Hello 大家好 你又看到我呢 或者你也猜到了 沒錯 我又是第一時間在美國回來 亦是第一時間拿到實機 就是這部最新的iPad Pro 回來和大家一起開箱 這次帶回來的是12.9吋 Wi-Fi 架 LTE 版 最新 iPad Pro 箱就依舊 沒有太大特別 反而是入面的配件 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新機由Lighting 變成USB-C 跟機的接駁線 亦都變成雙向USB-C 線 即是舊的大USB頭充電器 就不能用了 18W的充電器 亦都是全新設計 機身方面 雖然在美國都看過 但今日開箱 當然要給大家再看清楚 雖然都是12.9吋 264ppi解像度的屏幕 但新機沒有了控制 用上更幼的邊框 放在2015年尾推出的 上一代機身旁邊 就明顯細部得多 新機的光度和對比度 明顯比較高 新機厚度亦都明顯較薄 機身線條亦由曲線 變成直角設計 感覺變得更有型和負專業感 但個人就覺得舊機反而更加好鎖 另外 記者亦都用上上代的10.5吋iPad Pro 比較過兩機的身影 新機其中一個大賣點 就是用上Face ID 代替舊機的Touch ID 據知零件 鏡頭和技術 都跟新iPhone完全一樣 在新iPad設定Face ID的方法 跟iPhone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按進去 然後開始設定 把頭放在這個框 看到這個圓形 就可以畫一個圓圈 用鼻子 即是轉一次頭 繼續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可以試試開機 這樣就成功了 雖然說是一樣 但新iPad的Face ID 就有全方位解鎖的新技能 即是無論橫向 甚至反轉 都可以用Face ID解鎖 實施速度和準確度 都跟正常方位一樣 因為沒有控制 所以操作方式 亦都變成跟新款的iPhone一樣 在相機介面裡面 我發現都會有人像模式 但一按進去 就會用了前置鏡頭 即是說這個人像模式 只可以用來自拍 拍攝後 拍攝後 進去 同樣 可以選擇不同的燈光效果 亦都可以選擇不同的景深效果 跟iPhone一樣 都是由F1.4 到F16都可以 主鏡頭亦都由800萬像素F2.4 升級到1200萬像素F1.8 外觀上明顯更大 但就變成凸起了 由於上一次更新 就沒有推出12.9吋版本 所以上一部12.9吋iPad Pro 仍然在用A9X核心 比較起新機的A12X當然慢得多